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天首先为您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说巴尔在选举期间努力不让公众看到有关于亨特拜登的调查消息 而这一位司法部长知道对拜登的商业和金融交易调查已经有数月之久 之前一事对华尔街日报表示 司法部长巴尔至早从今年春天开始 就知道涉及亨特拜登的商业和金融交易有一系列不同的调查 并在激烈的选举活动中努力避免公开披露这些事件 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已经向巴尔施加了几个月的压力 要求他继续追溯拜登先生 特别是他的父亲乔拜登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 巴尔抵制了来自国会共和党人对调查的压力 而该人士没有详细说明巴尔的行动到底有哪些 在联邦调查人员向亨特拜登发出传票后 本周有一项调查被公开了 根据知情人士表示 该传票要求提供与美国特拉华检察官办公室的刑事税务调查有关的详细财务信息 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也一直在调查亨特拜登的商业和金融交易 这是更庞泛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 两位知情人士表示这是国际金融调查至少已经持续了一年 这些人表示亨特拜登与调查有牵连 但是从未成为刑事起诉的具体目标 熟悉此时的人表示联邦审查可以追溯到二零一八年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渡 特拉华和曼哈顿的调查都没有牵扯到拜登先生本人 亨特拜登在周三的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 他的律师向他提供了有关于税务事务调查的建议 并表示他的行为是合法也是适当的 而他的律师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现在拜登的过渡团队拒绝透露 乔拜登是何时得知这一调查的 该团队在周三散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拜登为儿子感到骄傲 因为他在困难的挑战中困力拼搏 包括最近几个月遭受了恶意的人生攻击 有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 虽然特巴黄和曼哈顿的调查继续进行 但是调查人员在十一月大选期间前的几周内 没有采取明显的步骤 试图将案件置于公众视野之外 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影响 巴尔在春天之前就已经知道涉及亨特的调查 该人士表示不知道他首次何时知道这些调查 而司法部的指导方针建议调查人员不要在选举前采取公开行动 以免被视为影响选举结果 川普总统在二零一九年七月的电话中 敦促乌克兰总统宣布对拜登以及儿子进行调查 当时谈到了巴尔 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指示他的个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 还有司法部长巴尔与乌克兰总统联系 而司法部表示川普总统从未要求巴尔去联系乌克兰人 而这样的要求最终导致川普总统被众议院弹劾 共和党人要求亨特拜登在大选前几周内要加强调查的声音不断高涨 而共和党参议院在九月调查产生了一份有关于亨特拜登财务和海外商业利益的报告 有一些共和党人也要求司法部进行调查 比如众议院司法小组的成员吉姆乔丹 写信给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伊 询问联邦调查局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调查爆炸性报告中的信息 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表示 该局对信进行了回复 但是拒绝进一步评论 在十月川普总统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 又遵促巴尔任命一位特别的顾问 来调查拜登和父亲 并要求巴尔在五天内作出回应 而一天后在福克斯新闻上被问及 他是否支持找特别检察官时 川普总统表示 我必须让司法部长采取行动 他必须采取行动 而且必须快速行动 必须任命一个人 这是重大的腐败 必须在选举前就知道这件事 而有知情人士表示 对亨特的税务调查部分 是由一家处理与他有关外国交易的银行 所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引发的 亨特拜登是一位律师 他有来自美国和海外的各种收入来源 除了近年来的法律工作外 他也是一些美国投资公司的合伙人 他在美国以外的工作收入 包括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玛 担任了大概五年的董事会席委 直到二零一九年四月 他工作的月薪大概是五万美元 拜登还在中国为中国华能做顾问工作 该公司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寻求交易 二零一七年他是该中国公司一家合资企业的股东 而公司正在寻求在美国立足 虽然合资企业从未起步 但是参议院共和党九月份的报告表示 一个与华能有关的实体 向拜登的律师事务所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法律和咨询工作费用 大约在华能试图进入美国的时候 他的活动成为了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提起的腐败案件的焦点 案件导致二零一八年一位前香港官员被定罪 指控他贿赂非洲官员 为华能争取商业利益 这一家公司现在实际上已经停业 在美国的腐败案件中也没有被起诉 知情人士表示 拜登还是上海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东 早些时候曾在公司董事会任职 不过该董事会职位是无偿的 他也是尚未收回投资的投资者之一 他的投资是四十二万美元获得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该公司拥有几家公司的股权 其中大部分在中国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帕伊表示 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安全担忧 建议撤销中国电信在美运营授权 根据路透社报道 帕伊表示严重关切中国电信被迫遵守中方信息要求 包括通信拦截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对此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尚未回复相关的置评请求 而在今年四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警告表示 可能会关闭三家中国电信公司在美国的业务 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三家公司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太平洋网络公司以及其全资子公司 美国联邦司法部在四月九日宣布 中国电信美国公司在美国经营授权 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与执法风险 并向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建议 吊销并终止中国电信美国公司 在美国提供国际通信服务的授权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预计中国领导人在未来几天聚集在一起评估中国经济表现时 将优先解决二零二一年 也就是共产党庆祝一百周年一年的社会经济薄弱环节还有哪些 习近平还有数百位党内官员将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确定明年的政策和目标 虽然当局事先没有公布会议议程 但是从国家媒体的报告包括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赞扬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经济表现 可以看出会议即将召开在即 而中国政府研究人员和学者则表示 由于二零二零年基数较低 明年总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比较强劲 工作会议的重点可能是解决经济脆弱性 以及不稳定的外部环境 现在北京面临一系列紧迫的经济问题 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堆积 大流行后经济复苏不平衡 以及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等 专家表示现在必须要高度重视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各种风险 李道奎在周三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表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加强自力更生 这是双循环战略的一部分 战略的重点是发展国内市场以促进未来增长 多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将达到百分之二 成为G20中唯一扩张的经济体 但是百分之二的扩张幅度远低于中国百分之六的年增长率 也为二零二一年的增长大数奠定了基础 此外现在中国服务业的许多企业仍然脆弱 而北京的许多学者和政策顾问对于中国经济和刺激措施逆转的评估也存在分歧 不过有经济学家表示现在财政支出仍然要继续支持经济 建议二零二一年的财政赤字率为百分之三 中国第五大贷款机构交行预计将进一步缩减户籍政策 根据银行估计明年融资总量增速将放缓三个百分点至百分之十一左右 而货币供应量增速将从目前的百分之十点七降至百分之九 五年计划开始时有很多重点项目启动 需要一定的财政支出节奏 这也是抵消信贷收紧影响的需要 但是现在中央政府虽然有加杠杆的空间 是否会这样做仍然没有定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我是主持Lizzi李奇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